美麗掌聲搞定 大金庫順利 韋小寶 一路起飛 全部馬不準備 當檔九場賽事 二班千二 好,一開閘的時候 大金庫跳跳慢了 美麗掌聲在外面都不是很快 前面快的馬就是這隻諾本家 見到就埋變澳遊戰士 中間黃金甲第四位香尊貴寶 外欄那邊還有標之智能 中檔白衣天綠 外面粉紅帽就是美麗掌聲馬嵐 中間黃三尾五會力之城 尾四紅三白聖龍 尾三藍衣藍帽 尾小寶 尾二大金庫暫時包尾灰馬 競技勇士 轉彎中間 前面諾本家 擺了見習生上的奏方 第二位就是澳遊戰士 外面是黃金甲 最出粉紅帽就是美麗掌聲 內蘭第五變好跑了 標之智能 中間香川桂寶 在外面有天綠 最出田太安的藍衣 在尾小寶 在後面的馬 才叫白聖龍在內蘭等位 前面透出的馬 還是洛門家 中間是澳遊戰士 外面美麗掌聲 正在上 外面的標之智能 也在追 外面的韋小寶 也在上來 最出還有兩隻 大金庫和經紀勇士 最後八多米 透出的馬 外面位置韋小寶 中檔位置澳遊戰士 外面還有標之智能 外面衝上來 還有大金庫接近 終點韋小寶 依然是佔先 外面追他 大金庫 兩匹馬相當接近 藍衫是韋小寶 黃衫12號 殺上來 是大金庫 外面大金庫 一直追尋韋小寶 第三 鄉村貴寶 第四名 有洛門家 標之智能 相當接近 好 看看最後一步 大金庫衝上來 中間韋小寶 好近 拍照 第三名 2號鄉村貴寶 第四名 3號 有洛門家 頭2號 拍照 今天大金庫 又來了 最後都著家 24倍 兩座 一座 兩座 兩座 一座 4號 地面 好,還在拍照嗎? 嗯 看看大金庫定位小寶了 大金庫是開扁地吹上來的 還有一段位置在衛小寶的後面 雷小寶是很接近的 第四名就拍了出來 望塔羅門嘉 上次那次很大勁的大金庫那組 今天就提升名次了 拍照 這部也沒有快慢慢的 就是一陣子 未來掌聲全程頂了開扁 快就沒有了 轉彎也飛出去了 比我知智能比較失望 拍到了,12 12號 6號 2號 3號 今天就殺你的措手不及 大金庫 貴初都贏了一隻百寶村環 獎集廣場 還贏二萬一號 高中點的時候,幾隻馬也很接近 大安 因為已經上了名了 但我受不了了 大家也心忘了 今天就知道 第九場賽事 預計派賽也有 排第一名十二號的大金庫略獨一派249元位置派41.5 排第二名6號的惠小波位置派15元 第三名二號鄉村桂寶位置派91.5 排第四名三號落滿嘉 連勝6疊十二派329.5 三重彩12號六號二號順序 派26659元單支派3493元 位置KILL 6疊十二派85.5 二疊十二派1030元 二疊六派243.5 三屆的預計派彩勝出是A3,其他藍門排是76的那半 藍門家今天輕綁放在前面走 又不算放得快,反對也頂到第四 就是這場場上來 上次輸給你們,今天都贏了 潘明輝,這場競爭得精彩 四連環派25,526元 四重彩,12號、6號、2號、3號順序,派10,184元 封雲色變,最後階段 一度都以為這隻偷出,那隻又蓋上去,另一隻又蓋上來 每一隻都要叫一下 只要看一個位置,接線先,大金虎 過百萬的四重彩,跑第四名 因為那隻二百多倍的洛門家 三個都難搞,九十多塊,香川桂寶 看看怎樣爆發 起步,大家都算出得幾齊 比較慢一點就是那隻百姓龍 前面位置,洛門家放在前面走 一邊澳遊戰士,都貼著牙籃走 中間是黃金甲,外面是美麗掌聲 今天出閘不算很快 莫萊拉一路都走三四疊 內側是天綠,香川桂寶,匯力之城 貼籃是標之智能 韋小波真的被人頂三疊,但他繼續追得很近 後面內籃是百姓龍,大金虎是尾爾 包尾就是灰馬,競技勇士 看回重播,原來你看到莫萊拉組短 又不是很大力搶上去,克服外檔 反而一出閘不來就忙,然後定一定三四疊 走當然沒有 以場報出都正常,兩天都和標章時間相約 所以中等報出賽事 洛門家放了出來又沒有馬攪 回來也還有兩腳 田丹安衛小波都沒有什麼大錯 直路都望空衝,只是近鏡影輸 似乎手風不太順,影響差一點點 再想不到鄉村貴寶,竟然有風雪雲走勢 大摩那一隻都已經流得不錯,BV智能 但衝下去又是差不多 還有一張照片看,第四名 洛門家,構成過八萬的四重彩 對 今天第九場賽事都福榜完畢 位置Q,六搭12,派85.5 二搭12,派10,30 二搭6,派243.5 三架方面勝出A3,其他檔門派76.5 四連環派25,526 四重彩12,6,2,3順序,派10,184 馬布派菜,頭關1號7號或11號 未關12號,派596 頭關1號7號或11號 未關6號,派10.5號 看今場分段時間 頭段23秒78,第二段22秒39 每段時間22秒85 賽事完成時間1分09秒02 警告